- 接着来讲一下 飞机的 上锁和解锁的这些情况 这个主要是 这两个线程在起作用 我们就先看一下这个 Motors check 然后 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主要是 嗯 那个 遥控 用遥控来进行解锁 上锁 的这个意思 然后 它是怎么判断的呢 首先是 这里面有两个 两个对象 指针对象然后 他们 都是都是channelchannel这个类的对象 然后这个里面就是 呃 油门这就相当于是油门然后就代表压角 的输入 如果他输入如果不是最低的话 他这个 有个有个计时的有个counter就会把它刷新为零 就是一旦他 油门没有到达最低然后他就会刷新为零 然后就让会让他重新计 这是一个条件 然后另外还一个条件 条件就是 这个压角 压角的输入 然后这个 这个 是 判断他如果是在右边 就是这个大于四前 如果是在右边 然后并且 并且 他没有累积 没有累积到 两秒的话 没有累积到一百秒 这是一百 一百就是十秒 没有累积到十秒 他这边都是一直会加加 这边是一直会加 为什么是十秒呢 因为他这个 是十赫兹来运行的 然后要 要记 一百次 所以是十秒 如果 如果这是 十秒 如果这没有 没有超过十秒 他这时候会一直加加的 然后加加到什么时候呢 加加到了两秒的时候 并且你的 飞机是 没有解锁的 然后他就会尝试着运行一下你的这个解锁 运行一下这个解锁 就会尝试着运行一下这个解锁 如果解锁没有解开 因为他解锁需要满足很多条件 如果解锁没有解开 然后这康的就重新等于0 重新开始计时 重新开始计时 即 那个 最小 最小的电压 这个 最小的油门输入 这其实就是 也是起 一个 就是计时的一个作用 他这其实压角和 和油门都 其实是一个平等的关系 只是他这样写 嗯 他 能 能起到一个这样的效果 其实 谁 谁 用谁来进行 Counter加加 都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是一个平 平等的一个关系 然后他这里只是 把他给做成了 Sortle做成了一个 用了用来计时的 但是 这个意思 其实两个他都是会判断 然后 让两个 两个他都必须 都必须 一个是最 小一个是最优 这个他才会 他才 并且超过两秒 他才会运行解锁的这个判断 他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让他如果是10秒的话 如果是已经解了 已经解锁了的话 你看他这是已经解锁了 然后并且这个解锁是 Stabilize的话 然后就会让这个等于250 然后他就可以这里就 开始记一个新的石了 这个就是在其他地方会用到 然后 这是上面是解锁 然后下面是架锁 什么时候架锁了 就是你的 那个油 油分值是最低的 然后但是压角是最 最最左边的那个 他才 才会让这个并且达到一定的延时 并且达到一定的延时才行 延时多久呢也是两秒 只有满足这两个条件 两个条件他才 他才能够 才能够开始 才能够开始 那个判断 判断是否架锁 就这两秒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他这个解锁所需要满足的要求 你看他 他要满足的要求其实还挺多的 因为毕竟是要为了安全 首先是 你如果已经解锁的话 我们就立刻返回 返回处 然后其他这后面就不用运行了 这就太耽误时间了 就这个意思 然后 我们在这个里面 呃 首先他会 check 我这个是来自于 GCS 就是来自于地面站还是 非地面站还是遥控 因为 他为什么要这样判断呢 因为 因为这个enitearm 是在很多地方是都会运行得到的 所以我需要 在这里需要做一个区分 因为不同的程序它是会运行 不同的代码就是地面站交准和 把地面站解锁和 就是用对用地面站发送发送过来的一个命令来解锁还是 用遥控解锁它运它会有有一定的区分有一定的区别 所以 这相当于是个标志位的意思 然后这就做一个如果没有解锁成功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pass的 没有解锁成功 他会 怎么样响一声 这个事件就会出发 这是notify里面 里面的 然后 这个里面主要是他了 他 和 他 会起作用 这个 这个就是他了 嗯 这个里面就会运行 很多的程序吧 他会 他会运行这么多 他会让你判断这么多东西 判断气压 是检查 RC是否校准 Compass的一个检查 GCS的一个检查 那个 嗯 这个是 电子微栏的一个检查 嗯 NS传感器的一个检查 就是关心关心传感器 呃电压的一个检查 LOG的一个检查 参数的一个检查 呃电机的一个检查 油门的一个检查 他会检查这么多东西 他 就是在这个里面了 然后这个气压的检查 就是 因为 看你的一些高度啊 怎么什么什么样 这个就是根据每个的特性 每个的特性来 来制定的一个检查的 方方法 这个因为太多了 嗯 我就 就大体讲一下 他需要做这些检查 每个检查他怎么检查 大家就自己看 然后这个是 解锁前的一个检查 还有 解锁的一个检查 解锁的一个检查也是 你看他会检查什么 呃 加速度 是否健康 加速度是否健康 然后这会 解锁一个 把他的一个 Healthy 解锁过来 然后 那个 陀螺仪 是否健康 然后EKF 姿态是否健康 就是 也需要检查 这个 分别都是在 其他地方 已经运行的 他在这只是 获取他的这个标志位 而已 这个标志位是在哪 智位的呢 是在 肯定是在 INS里面的 INS里面之位的 就在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 这个程序里面 智位 到时候就去找他 比如我这举个例子 我这举个例子 他就是在各自的那些程序里面 他是 来 来运行的 然后就是来 标志位的 然后他这只是 只是 只是给你 在其他地方已经智位了 然后在这里只是给你 把这个标志给你 而已 怎么怎么判断的 怎么怎么 怎么之为的都是在各自的程序里面 就是他是 以这种方式来 来 进行逻辑判断的 嗯 然后我们这个是 是 是在我看一下 是在这个里面 New get 在这个里面 再找他 不知道大家 应该知道我是怎么找到他 他的吧 因为 因为 因为在这 他 他的这个对象 里面有这么 运行他的对象里面这个方法 然后他是哪个对象呢 他是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 然后我就 这个里面我们已经找到他了 但是 直接跳跳不过去 直接跳是跳不过去的 直接跳 跳不过去 所以 所以我们就直接来找他的原文件 就他了 然后直接搜一下 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这就找到了 然后你看他 他又是来自于 这个对象 里面的这个方法 然后 然后我们就可以接着来找 EKF 你就可以来找他 再找他 这个我们就不找了 大家 就告诉这个 告诉大家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自己大家可以自己下去再找 然后我们这就会 来 get 各种 各种标志位 get各种标志位来 来进行判断是否 解锁 然后 这是姿态的 EKF 然后 AHRS 是否健康 converse是否健康 然后是否 是正在 教准converse 是否需要 重启 等等等等等等 他都会 他都会判断这么 这么些东西 检查搜索 他会检查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然后他才可能 他才可能解锁 就是他对解锁的要求是 是很高很高的 为什么呢 因为 解锁电机就会赚钱 电机赚钱 他就是会很危险 就是你如果 飞机没有正常工作的话 你就让电机赚钱 那电机他就 飞机他 他就不好好飞 电机不好好赚 到时候就会造成 人员的 受伤 财产的损失 炸击 这些事情 就会发生 所以他对 解锁要求是非常苛刻 然后这是 前面就会进行这么多判断 判断完了 然后再给你notify呀 再进行一些其他的东西 然后解锁完了之后 解锁完了之后 然后他在这里面就可以输出输出一个最低的 批打呢 这个就是怠速了 这 这就是想让他怠速 然后 这个 看一下这个moto 这个就是这里面有个enable 我们很明显是属于这个 多旋翼的这个里面 就找他 找到了他之后我们再来找这个enable 我们要全词匹备 这个没有找到 这个没有找到 我们就去找他的 复类 看一下 这是个存序 这又是一个存序的函数 对于乘序的函数 哦 他把他这定义定义把这个定义成了红定义了 然后我们就是 他相当于是他的一个 他是他的一个对象指振 然后我们 是要去找他的 找他这个里面的一个enable 如果 如果他没有 我们就要去找他的子类 这个 就有点 麻烦了 我们就要先去找到 找到这个epimotors 就去找他的子类 就找他 找这个的子类 看他子类 看了看他是继承于他的 嗯 就他是继承于他的 就是这一个 这一个继承于这一个 然后看他的子类有没有这个enable 好子类有这个enable 我们就去看个子类 相当于是我们在 我们在 在这个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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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到的 这个enable 就是 这个里面的 这个enable了 然后他这是12个 12个 然后是否每一个都是使能的 这就是使能使能对应对应的电击的意思 这是12个嘛 然后哪一个使能哪一个是不使能的 然后这都会有一个判断 然后之后使能 使能之后 他就会运行这个map 然后来使能对应的通道 如果 你是私选一个 那肯定有8个 他就是 不能使能的 8个电击是不能使能的 就这个意思 然后 这是使能对应的电击 然后这是让对应的电击输出最小的p打完 那也就是他的代速 send最小的指导mortus 然后这里就是 等于他 等于他 让他 让这个期望的指等于他 然后 然后这个是等下的档 然后再output output 这个里面 嗯 之前也大概 讲过一下 讲过一点点 实际上他主要是在这个里面是有 有那个的 其主要作用是在这个里面 然后这个里面你进来发现他 这个应该是运行 你看他这个里面 是没有什么两点的 他就运行自己里面的这个程序了 这个没有的话 这个没有的话我们就要去找一下他的自类 就是就是再去找一下他的自类 嗯 嗯 他的自类就是他了 好 再来找一下好我们就找到了 这个 这个就是 上节课上节课讲了 上节课讲了这个大概的这个输出 输出 然后怎么输出 我们这还是 针对解锁和上锁 我们就 这就相当于是输出一个最小的怠速了 嗯 这里就开始输出了 输出一个最小的 速度 然后这个接锁的过程就相当于完了完成了 然后 上锁的这个过程也是差不多的 这就是上锁嘛 上锁什么时候上锁呢 上锁 他会在初始化他 上锁主要是看他上锁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操作 上锁之后他会 初始化他上锁他会让他 nandy的complete 然后让这个 重新置位 上锁 就是他 然后这里是触发他的上锁 然后是表示 他如果 已经上锁的话就直接return了 就出去了 如果不是的话 然后然后我们就会运行下面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 这个是这个是实际上是 一个 你的电机 就是APM这个里面它是有一个 有一个 地磁 就是你电机转起来之后 它是 电机都会有比较大的电流 电比较大电流就会产生磁场 然后 这个是 一些关于你的那个磁的一个记忆的 就是关于 你记忆磁 就是电机转起来之后你的那个磁场 就是通过它来 来进行一个记忆的 就是这大概就是这部分的程序了 然后 再让你 想一下对应的 就是参数 参数啊什么的 这部分就 大概就是这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第2部分 自动上锁 自动上锁 什么时候自动上锁呢 这里首先这是会运行一个这个东西 运行 获取当前的时间 它这是 也是不停的在运行 10赫兹10赫兹的这一整个是在运行的 然后这是不断的获取自己的当前的这个时间 然后 嗯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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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锁没有 使能的话 然后这个上锁的这个begin 就一直等于当前的这个时间 就是 他那他这肯定就是还会加一段延时 就是 等一段延时之后他才会触发他的上锁 这个就是这个作用 就是把他付给他 他在什么时候付给他 就是满足这个条件的时候 然后这个是 直升机的我们就不用看了 这也是直升机 也不用看了 然后这是 嗯 就是 一个判断 这个判断是我们一直都会运行的 然后如果是直升机的话 我们就 我们就这样 就让他直接出一个二 delay 就完了 如果不是直升机 我们 我们他不是直升机 我们是多旋翼 所以这一部分是会运行的 然后他怎么是什么时候 他是怎么运行的呢 嗯 这个 就 是 那个 stick 他这个就是把你的 油门的那个杆 杆的姿 姿势给记录下来 是不是最低 或者是 什么意思 就是把你的感的那个状态 你的behavior 你的行为 感的那个行为给记录下来 等于他 如果 如果他是手动模式 并且 不是这样的话 然后他就让 他就 让他等于这个参数 这是干什么 这个主要是 这个也是我先 先看的 嗯 所以 这部分 这部分其实也不用深深刻的也不用特别的去理解他 看看程序就是 要 看他想想干嘛想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像在这里面他做这么些东西 都是为了让他 让让他得到一个 比较低的一个 呃有那个有 油门 然后 再判断这个油门 嗯 再接着就可以来判断这个 来得到这个begin begin 通过这个begin来 做一些事情 之后之后的话 嗯 再到这个里面 嗯 就是上锁 这里就是一个上锁 当他 当这个 当当你的最那个油门 就是 我我现在猜想的话 就是这个这个就是得让你的那个 感量 就是遥控的那个感量得小于某一个值才行 得小于这一个值才可以 就是得小于这个 这一个值 就是他 就是他是否小于某一个值 如果是小于某一个值的话 就让他开始置0 或者置1 就是给他一个标志 然后给了他一个标志 并且让他延时 得 大于 大于 这一个时间 然后这个时间是 这个时间是 0 0到127 秒 然后 这一个 我们就得看他的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是 是是多少了 我们也可以去找一下 首先 我们要把这个给复制下来 然后我们再来找一下这个时间 我们是 我们是Copter Copter在里面 我再来找一下这个时间 哦 应该要找他的 到 找这个 那这个就是他的时间了 延时的时间 就是他 就是这一个 10秒 就是得让他 一直一直保持 比较低的一个油门 保持10秒 他才会触发触发这个伤索的这个过程 就这个意思 最前面就是让他记录记录一个就是油门的一个感量 让他 盼望他是否是比较低 然后在比较低的情况下 要超过10秒 然后他才会触发自动上锁 他就这个意思 关于上锁的这部分 就是解锁上锁 大概就是这么些内容 主要是把它 运行什么这样的程序 就是他这里面的逻辑给 大体得给说出来 就是很细节的 呃 就要看 大家之后 根据我所讲的 然后再深入下去 再慢慢看 我这就是把 呃重点 呃给提出来 就是这个 想法 呃好 呃待会再来讲一下 EKF EKF的一个接口 EKF的接口 也是 提要点 就是把 比较重要的 嗯 东西给拿出来讲一下 然后 嗯 如果要深入的话 就是大家要自己在 在 细节的 再仔细看呢 也许